大家好,我是Tony 我現在在畢山野白石湖吊橋 今天要來造訪畢山露營場 不過露營場上午9點才開放 所以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就先來白石湖吊橋走一走 然後待會再過去畢山露營場 我現在離開白石湖吊橋 前往畢山露營場了 我抵達畢山露營場了 這地方我還沒有進去過 畢山露營場現在週一到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5點 開放民眾進去體驗步道 不過週三是公休日沒有開放 至於平日晚上還有週六週日 是只限定登記露營的民眾才能進去 台北市唯二的兩個公營露營場 就是畢山露營場 還有北投的櫃子坑露營場 畢山露營場的兩個露營區 在畢山路兩側 這幾年建了一座景觀橋 連結兩邊的露營區 成為初省望風景的好地點 上午9點鐘開門了 我是今天第一名遊客 新動廣場 新動廣場 這是我現在的位置 新動廣場 那我就逛逛南營區 然後待會再走景觀橋到北營區 畢山露營區 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只要事先上網登記 就可以來這邊免費露營 裡面的設施非常的完善 畢山露營場 真的不錯 滿適合來這邊散步健行 一般的登山步 不會有這麼密集的涼亭 還有觀景平台 更何況這裡還有洗手台 公廁 盥洗室 參觀一下 鍋爐間 所以應該是有熱水可以洗澡 哇 觀景室還有熱水 如果夏天來內湖爬山的話 爬得滿身大汗 可以考慮來逛一逛 畢山露營場 處處都有觀景平台 回到新動廣場了 這次後來新建的景觀橋 跨越畢山路 通往北營區 這裡有個圓形的觀景平台 景觀橋的展望很棒 只可惜今天天氣比較迷蒙一點 所以視野比較受限 前面是公廁 前面是公廁 從這裡可以通往 森林營區 我進到上面去看看那邊的風景 哇 這裡可以促膝彈心 畢山露營場 所以我們行走步道 夢寐以求的事 這邊都具備了 停車場 公廁 涼亭 休息平台 還有盥洗寺 這裡通往森林營區 前面就是森林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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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露營位都是觀景平台 森林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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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這裡還有步道 走走看 沒想到畢山露營場裡面還有這個登山步道 查了一下地圖 這條步道的出口 會銜接大輪頭山登山步道 大輪池登山口 那我就在這邊折返了 今天主要是來造訪畢山露營場 畢山露營場 森林營區 看起來蠻新穎的 可能是最近幾年新設置的 因為我沒有在露營 所以一直沒有注意到 這個森林營區 哇 太驚艷了 這裡也很適合健行 散步 水量充沛 也有飲水機 回到北營區的公廁了 前面就有景觀橋的路口 景觀橋的下面 有一條木棧道 我從北營區的大門口這邊出來 剛在景觀橋 看到橋下有一條步道 我就來走走看 這條步道是繞著 畢山露營地 北營區的外圍 這裡有右岔路往畢山露營場停車場 下方有個比較大的停車場 200公尺 露營場大門口旁 也有小型的停車場 人群群群咸 群群人群人群立 tractor 人群直行 很 eyes 這是景觀橋 這是景觀橋 這裡有左岔路 這裡就是通往剛剛的森林營區 啊 不過沒有開放 虽然这个高度是蛮容易跨过去的 这就是我刚刚造访过的森林营区 前面这里有指标 右插路往毕山露营场停车场 200公尺 执行往毕山露营场后门 20分钟 0.8公里 后续的步道就是一路上坡了 那我就在这边折板 我快走回到毕山露了 今天的毕山露营场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